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搞得鱼死网破 因为郑爽自己的事情而为亏 导致被封杀 很多广告商都要赔钱的 有网友分析 现在变卖家产就是为了赔钱 其实男人女人 沾色就容易出事 你图人家 天长地久 人家图你家财万贯 有钱结啥婚啊 非得结婚孩子 晚点要拿来这么大的货事 重要的话说三遍 门当户对很重要 他这碰上凤凰男 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只不过郑爽虽然名义上是退圈了 但是自己也是有些心不甘 情不愿地在郑爽的最新微博中 他把近三个月的内容全部都删除了掉了 甚至还包括对于代孕事件发表的多条澄清文章 都被郑爽删除了 而且不论是网友还是粉丝 已经无法在郑爽的个人平台上 尽情留言了起始 如果不是郑爽事件的出炉 华晨宇和张碧晨的事情 以及众多明星的各种八卦消息 也不会接二连三地出来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蝴蝶效应吧 毕竟借着郑爽的这波东风 其他明星在这个时间段在出什么问题 貌似大家也是有了很大的容忍度 如果没郑爽这事 估计后续也没有这么多 乱七八糟的东西事情 发生自来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提过孩子 一点母性的光辉 也没犯出来 只是一再地推卸责任 找理由 说自己的苦衷和无辜 而也有媒体爆料称 这么多 接二连三的违约金 让郑爽也是快要掏空家底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居然没有一位好友 愿意出面帮忙 郑所谓强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锤 估计现在谁也不愿意 和郑爽牵扯上什么关系吧 而对于郑爽来说 现在他也终于可以 不用那么辛苦 好好享受下自己的人生了 毕竟之前郑爽一直对于娱乐圈的工作 不是太在意 现在退出了 也算是圆梦了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